不可能 范贤躺在床上 摇头说了三个字 然而马上却咳了起来 似乎连他地内伤都知道 他不可能完全相信自己的判断 心情激荡之下 难免有些反应 不过范贤依然觉得不可能 自己自幼便跟随着费先生 学习生物毒药入门 及前讲 学习监察院理地 规章与部门组成 学习监察院特有地处事 手法和杀人技巧 从很小地时候 他地生活 便开始和庆国官员百姓们 最害怕的监察院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别人眼中 他是个小孩 顶多是有些天才气质地小孩 但他清楚 丹州时的范安芝 灵魂已经相当成熟 所以他早就明白 自己将来的人生 肯定会与监察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入经后提示腰牌的现实 更让范贤明白了监察院那些老人的良苦用心 对方是想将监察院交给自己 或者说是还给自己 更准确地说 是还给当年那个女子 到了如今 范贤拥有了难以计数的财富 拥有了天下皆知地声明 拥有了极高地地位 这一切或许是凭借着他两世为人的经验 无数前贤的师父歌词 自己打小链 就地坚毅心神 但他心里清楚 这一切都只是外物 难以细身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失去 而自己之所以一直到今天还能拥有这些 就是依靠的监察院地力量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 监察院都是范贤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地根基 根本 血骨狙杀与玄空庙的刺杀不同 玄空高之后受得重伤 那完全是一次意外事件 影子的出手 完全都在陈平定的控制之下 如果不是恰好那时自己的霸道卷链到了瓶颈 凑巧经脉进断 想必最后也不会受这么重地伤 可是血骨里地狙杀 那就是为了杀死自己 一旦展开 绝无收手地可能 如果真如父亲所言及自己猜想 这个根基忽然松动了起来 范贤随时都有可能颓丧退场 对于这个猜想 不论是从理智上 还是感情上 范贤都不愿意接受 也不可能接受 不可能 范贤再次用重重的语气 重复了这三个字 他是监察院提司 经过这两年来 陈平平地刻意放手与扶持 在八大处里早已安下了自己的人手 起年小组也成为了一个特殊地部门 一处有自己 四处有严冰云 三处有费界 五处黑旗无心 而且现在有了金歌 六处有影子 算来算去 如今帝范贤 再不是当初的孤家寡人 整个监察院帝资源 早已被他牢牢地握在了手中 他实在想不明白 就算院中出了一个叛徒 也不可能完全把自己蒙在鼓里 与自己的敌人配合 除非是他 就是自己在山谷中想递他 可是他 对自己是如此的和蔼 那双一直放在羊毛毯子上 得手势那样的稳定 那个瘦削的残疾身体 显得那样可靠 不论自己在哪里 总觉得他就是自己最大的靠山 让自己不论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一丝畏惧 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范贤冷冷说道 当年你母亲敌你现在如何 同样是左手监察院 右手内裤 身后有老五 更何况他还多了我们这几个人 男友泉州水师 敌你金 日如何 可是最后呢 范贤沉默了下来 忽然隐隐感觉到 山谷里地事情 只怕与许多年前地 那件事情有关 皇后的父亲 是被我亲手一刀 砍下了头颅 范贤低头看着自己修长的手指 微笑说道 可是 谁知道 该砍的脑袋是不是都砍光了 范贤出闻此事 震惊异常 看着父亲半天说不出话来 直到今天 他才知道 原来 皇后的父亲 竟是父亲亲手杀死的 他知道父亲说地是什么意思 当年京都流血液 是对叶家轻腹的一次大报复 但是叶家当年根基和其身后 在一夜之间被颠覆 虽说是趁着皇帝息争 可是京都里不知道有多少权贵家族参与到此事 之中 有些漏网之余 甚至是元凶仍存 也并不出奇 只是 范贤打破了沉默 脸上流露出坚定的神色 温和说道 父亲不要说了 我相信院长 范贤叹了口气 范贤继续温和说道 你地话 其实他也曾经对我说过 我也一直在想当年的问题 发现我入京都之前 你和陈院长彼此之间异常冷漠 完全不是现在这副模样 我明白你们的心中都有警惕 只是正如我 无条件地相信您 我也无条件地相信他 他轻轻咳了两声 继续说道 对同伴的疑心 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 或许 有些人一直刻意隐瞒了什么 就是为了让你 与陈院长互相猜疑 我不会这样 范贤加重语气说道 我相信自己的感觉 只有感觉不会欺骗自己 他的眼光看着窗外 许久之后 范贤笑了起来 安慰说道 看来对于人性 你还是有信心的 这一点 和你母亲很像 范贤也笑了起来 说道 只是对于特定的几个人罢了 范贤接着平静问道 这件事情你准备怎么处理 我先等着看陛下帝处理结果 范贤沉沉默少许后 继续应道 只怕调查不出来什么事情 对方投了这么大地本钱进去 自然也想好了善后的法子 他嘲讽笑道 有时候都不知道 陛下帝信心 究竟是从哪里来地 这军方都开始有人骚动了 他还是如以往那般 毫不担心吗 查 总是能查到一些东西 范贤望着儿子 直到年轻人 并没有被鲜血冲昏头脑 欣慰笑道 守成弩都是有编号地 他只怕连制成守弩 也是从别处调过来 查错人可不好了 你说地不错 范贤唇角浮起一丝古怪的笑容 陛下震怒之下 案子查地极快 下午就得了消息 山谷中一共有五座守成弩 刚从内酷炳方出场 本应是沿路送往定州方向 只是不知为何 却比交货地时间晚了些 恰好出现在了你回经地路上 定州 范贤皱起了眉头 叶家又要当替罪羊 陛下能狠下这个心吗 陛下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蹊跷 范贤说道 只是万一是叶家故意这么做地呢 所以需要别地证据 范贤轻声问道 我送到疏密院地那个活口 有没有价值 有 范贤又古怪地笑了起来 说道 你这一招 还是和当年对付二皇子的招数一样 把证人送到对方地衙门里 范贤面色微净 说道 只是一个方法 最好不要使用两次 至少这次疏密院就没有上你的当 哦 范贤皱眉说道 他们怎么处理地 范贤薇微微一笑说道 他们像供奉老祖宗一样 把那个活口供着 生怕他失血过多死了 不好应付 陛下地问话 紧接着 他们便借口此事必须由监察院调查 军方应要避嫌的原因 便将这个人送到了监察院 范贤微微一正 范贤继续笑道 但人是你扔在疏密院地 监察院自然不肯接受 又让人拖回了疏密院 疏密院这些军队的粗人 这次真是学会了赖皮 竟是把这人又拖回了疏密院 一向素容的户部尚书笑着摇摇头 今儿下午 两个院子就在这个活口身上较劲 你送给我 我送给你 就像这个人是烫手地山芋一般 谁也不肯接 虽然今日遇着伏击 范贤心情有些沉重 但听着父亲这番话 依然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似乎眼前看见了今日下午 在天河大陆上 在庆国朝廷的权力中枢所在地 两个衙门像脱猪肉一样地 你来我往 那位军中好汉 只怕一辈子也没有想过 会有这种待遇吧 最后怎么处理地 最后还是宫中发了话 监察院收入大欲重了 范贤叹息道 想不到睡了一下午 京都里竟发生了这么多地事情 范贤静静地看着儿子 半晌之后缓缓说道 你被军队伏击 这是京都流血液之后最大的事情 而且你活着回来 不知道让多少人再也无法安坐府中 这夜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睡不着觉 范贤沉默 你真地要动手 我不会亲自动 范贤轻声说道 但我要让他们痛 痛到骨头里 范贤点了点头 说道 你自己处理 只是不要把整个军方都得罪了 我有份寸 范贤站起身来 离开他地卧房 最后说道 你必须要活着 这一个夜 有无数人 坐于幽房 神思不宁 沉默不渝 范贤遇刺的消息 早已传遍整个京都 今日例行地大朝会 就因为这件突发事件 戛然而止 据退朝地 大臣们私下议论 陛下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表现得还算镇静 马上命令进军大统领 大殿下出宫巡视 又命疏忽 二位大学世代天子未安 但又据宫中帝 姚公公说 陛下回到御书房之后 生生卧碎了一个观瑶瓷茶杯 长久沉默不语 所有帝人都知道 皇帝陷入震怒之中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害怕 那些主持了山谷之事 或者暗中帮助了山谷之事的人物 各怀鬼胎 各怀不安地 在各自府邸里筹划着 既然这些人敢于在京都郊外杀人 自然就做好了迎接陛下 幕伙和监察院报复的准备 他们只是没有想到 在动用了如此强大的力量 进行了如此周密的准备之后 范贤竟然没有死 他居然没有死 东宫礼帝太子殿下 咬牙切齿地说着 一手抓着身旁脚踏上帝绣布 将这软软的绣布 抓成了无数朵难看的花朵 皇后娘娘额眉微苗 冷漠而贵重地坐在她地对面 冷声说道 注意下身份 注意下言辞 范贤乃是当朝大臣 他若不死 你身为储君 应该是欣慰 怎能如此失望 太子冷笑两声 这里是东宫 再说所有人都知道 本宫与她范贤之间 只可能活一个下来 只怕所有人都在 猜山谷里地势是本宫安排 既然如此 我何必还要装出那种仁爱模样 皇后静静地看着她 半赏之后说道 不要担心 陛下不会疑你 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这种实力 太子哑然 直到此时 她才醒悟过来 在朝中这些势力当中 就属自己的力量最为薄弱 这一方面是因为老二 这若干年来的斗争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自己失去了 长公主这个强柱 还有个原因就是范贤的存在 她苦笑了起来 没想到如今反而成了个好事 母后说得对 本宫可没有办法 调动军队去杀人 只是 太子弟眼中闪过一丝极恨 如果范贤死了 就好了 好一个范贤 在江南打明家帝家产官司 却偏偏要往敌长子 没有先天继承权地 大势飞上套 你以为你想地什么 本宫不清楚 太后不清楚 太后已经开始生气了 太子冷笑着 心里十分感激那个不知名的势力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居然敢于正面拘杀范贤 帮助京都里地许多人做了想做 而又不敢做的事情 有很多人在这个夜里猜测着 究竟是哪个势力如此胆大妄为 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在京都近郊谋杀天子宠臣 所有人地目光都投向了长公主 因为似乎只有这位贵人 才有这样的疯狂 才有这样的胆量 才有这样的实力 很遗憾这次没有成功 在京都一间幽靖帝王府中 庆国最有实力 也是最美丽的那位女人 正懒洋洋地躺在矮榻之上 踏脚生着一个火龙 暖气生腾着 李云锐双眼微眯 毛子里尽是懒散之意 他望着坐在下手方帝 二皇子微笑说道 不过这事与本宫无关 本宫还不至于愚蠢到这种地步 要对付范贤 有的是简单的法子 二皇子微微一正 其实从听到山谷居杀的消息时 他就以为是长公主坐地 算来算去 也只有他才有这样的魄力 才敢不看陛下帝脸色 甚至他在隐隐怀疑 这件事情是不是得到了太后祖母的默许 不料听到了长公主 很直截了当地否认 当然 本宫很感激那位李云锐微笑说着 三十几岁的妇人 却没有丝毫花朵江残的味道 反而是浓味无比地开放着 每一眯眼 每一转弯 一股风流味道自然透出 他叹息着 如果能将我那女婿杀死也不错 山谷居杀 简单 粗暴 直接 有军人风格 我喜欢 他的话语忽然停顿了下来 二皇子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室内竟是一片无言的感叹 许久之后 长公主才缓缓摇头说道 这样都杀不死他 究竟是他运气够好 还是怎样 二皇子与长公主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彼此眼中地不安与自嘲 范贤 真是一个怪物 运气好到不能再好的怪物 或者说 所有人在如此重视 他地今天 依然低估了他地实力 山谷里居杀地细节 早已到了这些贵人们地暗头 对于在那样的状况下 范贤不止活着回到京都 还将狙杀者全部杀死 并 且抓到了一个火口 所有视力都感到了无比地震惊 甚至有一丝隐隐的畏惧 长公主没有畏惧 只是淡淡想着 如果 只是如果 没有当年 牛兰街那件事情 这个世界 该是怎样的美妙 继续和东宫搞好关系 长公主像教训自己孩子一样 教训着二皇子 我们需要他地名义 来说服太后 二皇子点点头 终于忍不住 心头的强烈疑惑 问道 究竟是谁动的手 总不可能是陈院长 忽然患了失心疯吧 五驾守成弩地编号 已经查清楚了 长公主嘲讽望着二皇子 是你那小妻子娘家的东西 二皇子坚定地摇摇头 叶家帝势力远在定州 就算二百强者连夜突袭 也不可能完全不惊动 京都守备和监察院 至于这五驾守成弩 更是荒唐 朝堂之上 从来不管荒不荒唐 长公主嘲讽说道 陛下和监察院要发泄怒气 在找不到出口地情况下 叶家必然成为这个出气筒 二皇子沉存少许后 镇定说道 请姑母出手 叶家虽然远在定州 因为玄空庙一世屡遭打压 但毕竟还是军中帝实力派人物 如今又与二皇子成为一家人 当此危局 二皇子自然不愿意叶家 因为范贤遇赐一世在受打击 就算为了将来帝大事 叶家也要保下来 我不是神仙 长公主平静说道 天子之怒 又岂是宫中这些妇人几句话 就能摆平 他静静地看着二皇子说道 不说叶家 你自己也做好准备吧 我了解我那皇帝哥哥 这次他一定会很生气 而且如果到最后 他都找不到事情的根源 也许他会普降恩慕 让所有人都不快活 二皇子低头 知道很多人要倒霉 不过他也不怎么担心 反正事情与己无关 仍然是坚持问道 到底是谁 姑母 这件事情很紧要 莫满孩 长公主弟眼神依然平静着 唇角却翘起了好看地 微潮的曲线 所有人都知道 我与范贤不对路 因为我要保你 而范贤在江南 已经亮明车马 要保老三上位 常公主微笑说道 但你我都清楚 山谷里地 事情不是我们做地 这事情就很明了了 为什么不对付老三 只想杀死范贤 这就说明 这次狙杀 与那把椅子无关 只和范贤本身有关 而和范贤有关的事情 足以引动军方某位大人物动手 除了那把椅子之外 就只有当年帝那个女人 那位军方帝大人物 为什么会因为那个女人 而要杀死范贤 肯定是因为她知道 如果范贤将来真帝上位 或者是辅助老三上位 一旦知道了某些事情 肯定会为那个女人 让他们帝家族完蛋 如此看来 那位军方帝大人物 一定与当年那个女人的死亡有关 不需要抽丝剥茧 常公主只是缓缓一句一句说着 就像是在说家常一般 便无比接近地靠拢了事情的 原出真相 可是京都流血液 二皇子正媒说道 参与过夜家之事地人 不是死光了吗 常公主奄然一笑 半赏之后说道 太后娘娘 皇后娘娘 死了吗 她的眉宇间 忽然献出一丝狂热之意 而且如果我没有发疯地话 既然那位军方的大人物 能够一直光彩无比地活到现在 当年那个女人帝死 只怕还没有这么简单 哦 我越来越佩服她了 比小时候更佩服 二皇子嘴唇发干 知道姑母佩服帝是谁 而且内心深处 也为姑母的推断 而感到无比震惊 事情的真相 如果真是这样 那只能说姑母的这颗心 实在是太过明巧可怕 只是她也无法确定这一点 半赏后仲没说道 可是 听消息 在范贤回京帝路上 大兜兜那位公子 曾经射过一箭 常公主轻笑着 你也清楚 那位军方地大人物 虽然天天躲在府里 可手却在外面伸着 燕小矣的儿子 一直在她手下藏着 这一次看来 这位大人物 也怕陛下真地查出她来 硬生生地想拖着咱们下水 二皇子叹了一口气 说道 如此看来 竟是所有地人 都想范贤死了 真不知道 父皇会怎样处理 要谢谢你的父皇 常公主微笑说道 她将范贤变成了一个孤臣 同时却自觉不自觉地 将所有人都推到了咱们的身边 叶家如此 今日那位军方的大人物 也是如此 天哪 我一样一样的事物 被她夺了交给我那好女婿 她又一样一样地 还给我一些更好的东西 这事道 怎么这么可爱呢 内裤 崔家 明家 甚至还有自己的女儿 常公主 缓缓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脸上 保持着温柔的微笑 话语里 却流露出一丝嘲讽的味道 我一向敬畏她 却也清楚地知道 她有个致命的弱点 二皇子不敢接话 她太多疑了 常公主微笑着 多疑者必败 毫无疑问 对于政局上帝判断 对于名利场中帝罗网 常公主拥有世人难以企及的智慧 但对于山谷狙杀一事 她也只是猜中了表面的部分 至于最深层的原因 只怕除了一个人之外 谁也不清楚 甚至就连主持这次山谷 狙杀帝军方大人物 自己也不清楚 京都城一处安静的大宅 这宅子生生占据了半条街 扩大奢华无比 一应一致 均是按着王爵之底制造 院内院外各式树木杂生 在这黑夜里看着就像是巨人们蓬乱的长发 似向孤独寂寞的天空 一位穿着棉袍地老人 正在自己的别院前菜地上浇水 老人穿着一双棉鞋 鞋尾后已经有些磨损了 穿棉袍棉鞋 朴素简单 这是无数年军旅生涯所助就地性情 她爱种菜 尤其是在年老之后 很少去院里做班 更喜欢折腾家里地几分菜地 家里地儿子孙子们都知道她地这个爱好 弄了很多稀奇的菜子来 但她不种 她只种白菜和萝卜 军队里最常吃地这两种菜 她与那位糊涂的靖王爷不同 她不是靠田园这寄托悲伤 她只是习惯了 习惯种菜 习惯简单直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